我闺蜜怀孕了 说孩子是你的 哪个呀 小梅啊 小梅啊 那不可能 跟她的时候我嫁老小去啦 嗯 我就说嘛 我老公不是那样人 还有什么 妈妈 你给我生个弟弟呗 你爸爸出国了 我们等爸爸回来再要好不好 那为什么不给爸爸一个惊喜呢 傻孩子 你就是爸爸最大的惊喜 还有什么 老婆 你叫我一声爸爸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不叫 我不想知道 你这就没啥意思了 你快点 爸爸 想知道 谁在跟你 你说 我跟你说了 你不能告诉别人啊 其实 你不是我亲生的 哎呦 你们 走 进屋 走 媳妇啊 今天我太累了 还是明天对吧 你还好意思说累 你一共休息了八天 你跟我吵架吵了九天 你这时候你跟我说累 我告诉你 说明我现在让你进屋 你还有用 还有利用的价值 别等到哪一天 手足拖拉机的时候 我连看都不看你一眼的时候 你再后悔莫及 走 进屋 哎呦你妈 哎呦你妈呀 妈 我有大姨 三姨 四姨和小姨 我为啥没有二姨 她是不是死了 你再说一遍 我说二姨是不是死了 嗯 我就是你二姨 二姨 感谢你这么多年的养日子 那你现在告诉我 我妈到底是怎么死的 滚 老王啊 在外边抱养了一个情人 一天这个情人说 你把胡子刮了吧 这样看起来会更年轻 老王说 不行啊 我老婆看到会不高兴的 这个情人生气的说 你这么在乎你老婆 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老王惹不起情人呢 就把胡子给刮了 晚上回到家 怕老婆不高兴 都没敢开灯 捏手捏脚的躺在床上 他老婆摸到他下巴说 你怎么还没走 我老公一会就回来了 哎呦你妈 你昨晚上干啥去了 我这手刺弄 完了我就找老妈哥玩两把 从那老鼻里摸摸的 是不是又输了 输了 输多少啊 我没损钱 媳妇 你没损钱你干啥输的 媳妇我跟你说 你别生气啊 我把你输给老妈哥哥了 输多少天呢 现在的老爷们啊 聊骚可能个的 一到关键时刻就完了 我这不这两天 可私心里聊了一个小老爷们吗 哎呀 这天天对你关心卑质 起来了吗 吃饭了吗 渴了吗 乐了吗 那还假如给你整的 都让你上头啊 我这心思都这样了 这么关心我 这么会疼人 亲密的接触一下吧 我就跟他说 我说那个就我一个人 我说你来呀 当时就懵逼了 别敢来 啥也不是 玩图子玩 我把一个老爷们 和一百个美女 关在一个房间里 一年后 你才见男的 会变成啥样 老公 问你个事呗 啥事啊 你之前盘过多少个娘们 你告诉我一个 我给你一百块钱 我差你那三千两千的吧 不过了 离婚 咋的了 我之前一个都没盘过 对我来说不公平 怨我吗 怨我吗 我盘一个不是你 盘一个不是你 你干啥去了 还离婚吗 不离了 出去 赶紧的 问你个问题啊 如果你和一个女人 独处一世 那个女人不是我 然后她脱掉衣服 身材很火了 她要诱惑你 你会怎么办 我把你照片贴她脸上 远家的我是叔叔养大的 现在叔叔老了 来投奔我 老公和婆婆都不同意 我决定离婚 搬出来租房子 照顾叔叔晚年 你们说我这样做对吗 千万别划走了 说你呢 你是人在家中坐 府从天上来 您的好运来了 就在今天晚上 财人爷要住到你家了 还带着一笔巨款 从此你家财源不断 家财万贯 财运哼 我出去买两份黄瓜去 家里拌凉菜没有黄瓜了 晚一会你把饭闷上 回来之后我签黄瓜 直接吃饭了 你说你一个女的去买黄瓜 就不怕熟人看见了笑话你 你还没死呢 我就买黄瓜 你说笑话的是谁 你快别躲这储着了 赶紧乱饭去 我走 老婆 我咋发现一个问题呢 咋了 别人都是十月怀胎 为什么你三个月 就给生下来了 你是不是傻呀 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三个月啊 咱俩出了多长时间 也是三个月啊 咱俩结婚多少时间 三个月啊 加起来呢 九个月啊 那还有一个月呢 坐院子一个月吗 你一天不要老是听别人瞎说 好 我错怪你了 你老公在外边搞破戏 你又哭又嚎练 要么写保证书 写鸡毛保证书啊 你就直接告诉他 以后你再犯错 我原谅你一次 你就得原谅我一次 而且你还得让他记住 你在外边扯三次犊子 我原谅你三次 你拉一屁眼的机会 我在外边扯三次犊子 你原谅我三次 我他妈给你换路虎 格局打开 哎呦什么 你把车借我用一下 我去接个朋友 接朋友 啊 啊 那我得跟我老公商量一下 啊 你不是没有老公吗 对呀 所以没得商量 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我小气 你这个月已经借了我三次车了 你每次把车送回来的时候 我都怀疑你开着我车去耕地去了 我是开的那么一点快 你那是一点快吗 你那是飞得太低 耶哥吗 你每次把车送回来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给我洗一下 我 我什么我 你不给我洗已经算了 你连油都不给我加 我每次开的时候 我都提心吊胆的 我生怕开不到加油站呢 你 你什么你 你上次 连床两个红灯 咋变 你是扭啊 你看着红色 你就想往上面冲呢 你听我给你狡辩 不不 你听我给你解释 你解释什么解释 不用解释 你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大家都是朋友 车闲着也是闲着 你还不如借给我呢 还我这样 闲着 我每天也闲着 你咋不把我借去拥用呢 不把我借去拥用呢 把我叫你 你也是真的 我没用 你实际上